哈喽 一年级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绝兰斯 早安 大家早安 早 OK今天我们是上数学节哦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数学练习书 有没有看到呢 我们已经用到了我们的新书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面 第一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不对 那么呢 要请大家往后翻 这一面我们也完成了 旁边的G部分呢 是老师教带你们自己要完成的功课 大家有没有完成呢 嗯 很好 那么呢 现在老师要你们再看另外一面 现在呢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来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这个算是一个复习哦 五分钟之后老师会和你们讨论 现在开始动笔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我们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部分 什么东西 就是跟着这一面的练习 就是跟着这个这一面完成哦 完成这一面的练习 这整面 你们翻开这一面的练习 现在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整面的练习 旁边的练习 就像是一面的练习 这一面的练习 就像是一面的练习 那一面的练习 就是一面的练习 好 同样的练习 就是一面的练习 就像是看颠习 到眼督的练习 就像是看颠习 那练习 就是一面的练习 就是一面的练习 就是这一面 这边��习 顺序就是小到大 逆序就是大到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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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看 他给的这一个水星有多少个? 1234 所以是6加4 除了6加4得到10呢 你们之前学到这个10的组合 他还有其他的数目 也可以变成10的 对了,我们有5加5 我们有9加1 我们有2加8 7加3 对了,我们有这5个组合呢 都是可以变成10的 OK,除了10 你看第二题 他要的是7 所以多少加多少 我们可以变成7呢? 所以你看第一个格子 有多少力气球 1234 有4 4加多少呢? 你就看旁边有多少力 123 对了 所以是4加3 看看你们的答案对不对 不对要改正哦 嗯 然后第三题 他要的是6 他要的是6 所以多少加多少 得到6呢? 对了 因为一开始他先分两个芒果出来 12 所以这边是2 加 加多少 就看另外一个格子 他画了4个 芒果 所以是2加4 所以是2加4 检查你们这三题的答案哦 OK OK 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的 他要我们 顺序或逆序排列数目 来 以轩回答老师第一题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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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排呢? 以轩 16 17 19 20 对了 小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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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从16开始排7 所以他的顺序排列是16 17 18 19 20 是正确的 Haley 来 请给老师第二题 逆序的排法 逆序的排法呢 就是大 到 小 所以你看 这边有5个Balloon 哪一个Balloon的数目是最大的呢? 54 然后 52 接下来 50 接下来 48 最后 对了 对了 Haley Haley 给的答案也是正确的 逆序就是从大到小 所以这一题的逆序排列有的是54 52 52 50 48 46 检查 检查你们这两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嗯 其他小朋友呢? 那么 那么好了之后呢? 来我们来看看旁边的J 填上正确的答案 所以 所以来 博语 第一题 从22跳到24 我们是加还是减? 加 对了 因为他的数目越变越大 所以我们是加 加多少呢? 22 加2 对了 所以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24 往后跳 我们也是要加2 对不对? 所以 24加2 等于多少呢? 博语 博语先回答 26 对了 26再加 加2 我们得到 28 正确 22变成24 我们可以在心里念 22了之后 23 24 所以 从22跳到24呢? 我们会经过两个数目 所以他越来越大 他的数目逐渐变大 我们要拿来加 第二题 博语 来请博语回答第二题 12 加多少 会变成16呢? 加2 我们看啊 如果我12加2 我会得到多少? 14 所以14加2 会不会得到16呢? 14了之后 15 16 会 对 所以也就是说16 往后跳的话 他也是会 加2 所以你16加2 等于多少呢? 18 正确 18 再加2 18了之后 对了 对了 是20 正确 接下来第三题 到尾寒 尾寒来看看你的第三题 你看啊 从65到70 我们先找朋友 65你算到70的话 是加多少 是加多少? 哦 尾寒你那边一直断断的你的线 不用紧 尾寒等一下再让你回答 好 现在 现在我们给用钢回答先 来用钢 65你算到70的话 用钢会是加多少呢? 你的心里念65 然后你的手就要跟着算65了之后我们有 没有老师问的是65之后你要加多少能得到70 对了加5 对了加5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70 加5的话你会得到多少? 用钢 70加75正确 然后你前面他有一个空格呢? 就是从55这边往后跳 对了是60 55 60 65 70 75 接下来到加慧 来加慧请回答第4题 你要看从18 18 18放在心里 你要算 算到23是加多少? 18了之后 我们就有19 20 21 22 23 所以是加多少呢? 练到19 练到19的时候你的手指开1 19 20 21 22 23 23 23 2021 22 23 23 23 22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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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我们往后跳是加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注意看 你们注意看18的前面还有一个空格 来我们往后跳是加 如果这时候我往前跳呢 我的加就要变成什么呢 对了就要变成-5 所以你的18-5你会得到多少 18-5 18放在心里你的手臂5然后往前扣18的前面17 多少 稳寒 17了之前 对了是13 18-5我们会得到13 加辉注意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嗯 好 接下来到Mabel 来Mabel 第5题 10 10-20 20-30 哇这个超简单 就是说每一个呢 他都是加10 加10 所以30 所以30 再加10 你会得到多少呢 对了 40 40再加10呢 嗯 正确 是50 最后一题 来 来 视频 最后一题你注意看 从16 到多少 到36 你注意看 他的个位 全部都是66 他有变动的呢 是他的10位 所以也就说其实他每跳一格呢 对了 正确加10 正确加10 所以16加10你得到多少 26 OK 吻他拜拜 来视频接下去 36加10 46 46再加10 对了 是56 谢谢视频 所以来大家检查你们这6题的答案哦 检查你们这6题的答案 大家都检查好了吗 大家都检查好了吗 那么接下来 还有谁还没有好 这6题 Adam 你的答案对吗 是5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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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性为天你们的答案对不对 OK 心结呢 心结呢 都检查好了是不是 OK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 根据数轴回答问题 还记得什么是10位金氏词吗 对 对 那个Super Mario的那个坏坏的蘑菇 跟好好的蘑菇还记得吗 还是大家都已经忘记了Super Mario 有谁能够 有谁能够 有哪一个号码是属于坏坏的蘑菇的 他帮不到Super Mario的 0 1 2 3 4 对了 他们是坏坏的蘑菇 他们帮不到Super Mario 对不对 然后 好好的蘑菇呢 对了 5 6 7 8 9 是属于好好的蘑菇的 他们会和Super Mario一起 对抗那个 对抗那个大魔王 所以我们要看你看 第一题 他给你14 所以我们的Mario 就会站在10的这边 我们就要看这个4号蘑菇 4号蘑菇我们都说了他是坏坏的对不对 所以 他不能够给Mario power 所以Mario还会带着他吗 不会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4呢 没有作用的 打插 他就会变成0哦 然后Mario 照样一个人 去 打那个大魔王 所以 14的10位近视值是10 对吗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10呢 嗯 嗯 接下来01234是属于坏坏的蘑菇 反过来5 6 7 8 9是好好的蘑菇 他们可以帮super mario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super mario是站在哪里 站在7的下面还是5的下面 我们的mario要在哪里呢 要在7的下面 然后要看这个5 5 5和蘑菇是好的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帮super mario 所以super mario就会带着他 给他加power 所以这个5呢 把它带去前面了这个5就要写成0哦 然后7 mario的7再加power的1 7加1 我们会得到8 所以75的十位金氏值呢 是得到80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80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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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 有6题的10位金氏值 就是这个Super Mario的 所以呢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刚才到谁呢 现在轮到来子萱 Mario站在2的下面 你要看这个8号蘑菇 是坏的还是乖的 乖的 所以他会给Mario power吗 会 他是乖的所以他会 所以就要加power1给Mario 所以这个8就变成 0 所以Mario的2 加power的1 你得到多少 2加1 对了 所以是30 第二题 来乙萱 Mario站在4的下面 看这个3号蘑菇 他是坏的还是乖的 坏的 什么他有没有他会不会帮Mario呢 不会 所以不会帮Mario Mario带在身边也没有用对不对 所以丢掉他 所以丢掉他的话我们要写什么呢 写成 对了我们要写0 然后我们的4跟着写 所以我们会得到40 好 第三题 Adam 4号蘑菇是好的还是坏的 4号蘑菇 他是good的还是bad的 坏的 嗯 Adam 其实4号蘑菇呢 是坏坏的蘑菇 你还记得上次老师给你们看的video吗 那个Super Mario的 忘记了是不是 没有关系 等下我们完成这边了之后呢 老师再让你们看多一次好不好呢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多一次哦 OK 我们做完这一题先 好 其实4号呢 这个Mushroom呢 这个蘑菇呢 是坏坏的 OK 他不能够帮Super Mario去救那个公主出来 所以Super Mario还会带着他吗 不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丢掉 所以丢掉的同时 我们就要把它变成0哦 所以这个Mario 我们照样写1 所以14的10位近视值呢 我们会得到的是10 OK 那么呢 现在呢 老师再放多一次 这个10位近视值的video 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再重温多一次 你们稍微等一等哦 在等的时候 你们可以检查看你们下面的那三体 以及 好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没有看到老师的 screen呢 老师share了这个super mario的 嗯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video 嗯 有没有看到 来我们大家一起专心的看哦 有没有看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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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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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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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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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